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民政局举办台北市基优宗教团体 民俗委员会及校型模范联合表扬大会 市长蒋万安颁发奖项 感谢这些平日热心奉献 默默行善的团体与个人 台北市单区民俗委员会关怀既是精神 对社会公益弱势救助文化涵养方面贡献良多 获得台北市民政局颁发奖项表扬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宗教团体 民俗委员会个人获得奖项 非常高兴今天有蒋万安市长以及 陈勇德局长亲自来颁发 感到最欣慰的就是说我们大安区民俗会 所有的委员大家非常的热心出钱出力 在今天的这个场面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总共有71位民俗委员得奖 我们大安区就22位得奖 这表示我们大安区民俗委员所有的委员 一些比较用功读书的包括高中大学研究所 我们都有办法奖学金 以及我们每年也固定三个乡镇 去全省各乡镇办理这个把我们大安区的复合号里 热散号施大爱精神散播到全省各地 我们去年去昨天前天我们才到了宜蘭的南澳乡 宜蘭的宜蘭市工所宜蘭的原山乡去把买了一些米 一些这个卫生纸 一些罐头 一些毯子 一些尿布 捐给当地的弱势族群 我们地方上热心公益的各宗教团体 以及秘书委员会一直以来扮演安定社会 以及安定人心的重要角色 其实我想在上个星期 我特别带到台湾省神皇庙 也参加了一年一度中原普渡的祈福祭祷 也借这个机会希望祈求台北市一切平安顺利 也希望能够尽快地协助在这一次基台大值 发生事故的受灾民众 做好相关的安置 空虚的处理能够圆满 其实在来之前我也特别看了一下 在今天总共有41家基优宗教团体 有11个我们民俗委员会获奖 同时有71位民俗委员 还有4位令人非常感动的孝亲楷模 今天都会接受表扬 其实从之前到111年 我们台北市各宫庙宗教团体的捐赠金额 累积总共有10亿8千万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代表的是我们各个宫庙宗教团体 所有的知识人员 还有信众大德 大家对于台北市的一份爱心 而这份爱心能够透过每一次 不管是捐赠救护车 消防车 或者是富康巴士 或举办奖学金的颁证 这份爱心能够散播到台北市的每一个角落 能够让真正需要的民众 孩子得到这一份爱心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举 台北市的民俗委员会 其实一直以来扮演很关键的角色 包括每一年春节 到第一线慰问辛苦执行的警销人员 还有奖学金能够对台北市 许多家庭经济困难 学校极客帮助的这些孩子 能够给予他在学校 或是营养午餐上面 无后顾之忧 同时今天我们有四位 孝心摩摩 值得注意的是 孝心摩饭奖彰显亲情的关怀 与孝心 李金龙先生静心照料患有中风 失智且不良于心的母亲 于云瑞同学则是不用妈妈讲 自己主动陪伴外公外婆工作 且打理生活琐事 妈妈开玩笑说比自己还有孝心 主要是他自己 自己蛮会想的 对都不用我怎么跟他讲 他自己 他自己觉得说这样做是对的 他就会去做 我爸因为他在做资源回收嘛 所以他下课 他第一时间就是会先帮忙做 做那个资源回收 然后我妈妈他的脚不太方便嘛 然后只要有就是出去买个东西 他就是会主动去倉扶他这样子 我觉得他比我还优秀 因为他我觉得他比我还孝顺 余同学为了要减轻爸爸妈妈工作上面的压力和负担 而且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外公外婆 他搬去和外公外婆住 照顾外公外婆的生活 所以这份孝心令人感动 为了向这些团体及个人表达感谢 市长蒋万安与民政局长陈永德也亲自颁奖 希望透过公开表扬 让获奖人把心中的力量继续发扬光大 也感染社会氛围 值得大众学习起精神 记者问郡张启腾台北报道 开学了 护引护照检查做了吗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 家有国小学童的家长 趁开学之际 带孩子来预约专业视力检查 可以掌握孩子暑假后的视力状况 以及远世储备量 还可以参加抽奖哦 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研究指出 幼儿园大班生小一 小一生小二 以及小六生七年级的暑假 是孩子发生近视的三大高峰 规律试检以及正确用眼 是儿童视力保健的维尔法则 而远世储备量也就是远世度数 是对抗近视的重要指标 建议国小低年级应有100度的远世度数 而中高年级则至少应有50度以上的远世度数 才能有效对抗近视的威胁 婴儿从出生开始我们大部分的婴儿是远世 那在渐渐的成长和发育之后 眼球变长变大 就会形成正视眼 而如果是太早发生近视的话 造成高度近视的危险性就大增 因此我们会希望在低年级的小朋友 他有回值在100度的远世 那中高年级的小朋友 可以有50度的远世 这就是所谓的远世储备量 如此才有办法对抗近视的威胁 那最近在开学前有小朋友就回来 开学前的检查 那这是一个小学 9岁的小朋友 他4月的时候他的度数是平均是200度 到了8月中以后 他8月十几号来 开学前的检查 发现到说他的平均全位当量是250度 所以在这个4个月当中 他就增加了50度 那这样子看起来 平均一年可能会增加150度 因此他到了小学毕业之后 会有到700度高度近视的威胁 根据卫生局111年分析 学童用眼行为资料 发现近距离用眼及户外活动少 是国小学童近视的关键原因 呼吁家长与小朋友 谨记互眼密码853240 发展出环博320 853240 可是其中里面呢 有两个是最重要的 一个就是近视近视 就是看得太近了 如果我们看近的时候 少于30 35公分呢 会有四成非能近视的可能 那如果户外的时间不够呢 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会增加三成的这个近视的机会 因此呢 我们在探讨了一七一万九千四百三十九名 二年级学生追踪两年之后 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数据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是要帮忙孩子 不要看得太近 那之所以会东倒西歪 然后那个就是看得太近呢 很有可能是他的核心肌群训练不够 因此我们发展出爱眼的元气操 以及看力球的运动 就能够让孩子的这个 腰腹的力量也能够增强 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户外的时间不够 那我们发现说 他只要在户外多一个小时 就会减少两%近视的这个机会 觉得很重要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到户外 他呢 爸爸能够减肥 妈妈能够补盖 孩子还能够展高 以及护眼 是不是全家都很好的一个活动呢 为鼓励家长及孩子 善用护眼护照检查 自主管理视力健康 卫生局特别办理 爱的鼓励一起来 护眼护照检查抽奖活动 涉及或就读台北市国小学童 即日起持护眼护照或护眼卡 至165家合约医疗院所 完成专业视力检查 均可获得抽奖机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2023台北市中山堂广场音乐节 即将在9月15到17号登场 三天的活动分别是以 拉丁之夜 流行之夜 摇摆之夜为主题 邀请民众体验 古迹广场独特的音乐狂潮 享受丰富的户外音乐饗宴 金曲歌后 五四爱高亢动人的赏音 融合爵士音乐 展现迷人的魅力 2023台北市中山堂广场音乐节 将再次把Lifehouse搬到户外舞台 并以拉丁之夜 流行之夜 摇摆之夜为主题 邀请金曲歌后 五四爱 台湾鼓王黄瑞峰等 众多乐团及歌手 现场热情演出 让民众跟着音乐一起摇摆 9月15号的话是拉丁音乐风格 9月16号的话是流行音乐 9月17号的话是爵士音乐 每个晚上我们都会有三个小时 不间断的演出 然后会有三个非常优质的 乐团来单纲表演 那我们这次的演出呢 也会搭配 由不同的乐团 会搭配不同的歌手 来做一个 一加一的这样子的 一个安排的表演 那希望说能够发挥出 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音乐的效益 9月16号的压轴的演出呢 是邀请到五四爱 以及这个Diva的女子乐团 来做一个表演 那五四爱呢 是非常优质的一个歌手 那他也会带来很多好听的迪士尼的歌曲 以及非常好听的爵士的歌曲 那在9月17号的部分的话 则是由台北爵士大乐队 以及台湾鼓王黄瑞峰老师 来做一个和演 那黄老师的话呢 我们会有这个非常精湛的 这个爵士鼓的表演 那另外呢 也会带来老师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作品 就是这个Bancento这首曲子 那我们会把它做一个 爵士乐的重新的演绎 那这三天的演出呢 都是非常的 可以是非常亲近观众的一个 一个表演的一个形态 所以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 立临来欣赏我们的表演 有87年历史的中山堂 是台北市西区的艺文地标 因此广场音乐会 结合中山堂历史建物的 场域规划演出 希望让民众感受古迹 与艺文之美 其实中山堂是一个历史建物 那同时也在 中山堂这个场域当中 其实发生过很多 跟音乐有关系的一个事件 比如说民歌的开始 就是从中山堂开始的 所以我们这次 在跟黄瑞峰老师合作的 这个桥段里面 我们会安排一些 民歌的乐曲的演唱 那一样我们会以民歌的旋律 然后做一些爵士乐的重新包装 那希望可以给市民朋友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音乐感受 2023台北市中山堂广场音乐节 将于9月15号到17号 晚上6点到9点30分盛达登场 邀请民众体验古迹广场 独特的音乐狂潮 享受丰富户外的音乐饗宴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 再带来看对于中毒这样的紧急事件 依照目前的免疫检查法 需要4到6个小时的时间 要确认毒物的种类 很担心延误黄金抢救期 长庚医院就联手了 清大台大及马捷医院 共同打造出可惜式的拉曼检测平台 预计3到4年后问世 要协助医生挽救更多宝贵的声明 这是黄埔仪的主机 那这是我们的载胎 那这边有我们已经制备好的材料 以及上面有不同的样品 那我这边先demo一下 假设今天是第一个病人检体过来 那我们就会在这边对它进行对焦 对焦好之后连线到软体 直接进行测试 这里看到就可以看到说 这是第一种光谱图 在检测人员操作下 没多久就辨识出荣耀巴拉翼 这是由林口长庚 清华大学 台湾大学 及台北马街联手打造的 可惜式拉曼检测平台 从临床需求出发 结合最新分析化学与奈米科技 开发出新式拉曼光谱检测平台 仅需要少量检体 30分钟内就可以得到结果 就像电影不可能任务里 阿汤哥的红膜辨识技术 因此又被开发团队昵称阿汤哥 拉曼光谱仪 它的检测灵敏度比较差 它的讯号是比较微弱的 我们再次开发的 可惜式拉曼检测平台 特别是在检测试纸的晶片上面 我们设计的全新的制程 开发非常高灵敏的奈米结构 来放大这些带测物的讯号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极低的浓度情况之下 进行光谱的量测 而且我们不需要因为不同的带测物 而采用不同的检测方法 也不需要有这些专一性的抗体修饰 我们就可以做所谓的免标剂的检测 这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绿子上面 设计了奈米金属结构 那这些奈米金属结构的表面电厂呢 就会放大这些带测物的拉曼讯号 那我们最好的情况之下 可以放大讯号到达一兆倍 参与研发的林口长庚医院 临床读物中心主任严中海表示 可希斯拉曼检测平台比传统的检测法速度快上八倍 对于临床中毒患者治疗上有极大的帮助 如果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诊断 可以确定诊断 我们就可以开始治疗 像巴拉医的话我们想说 我们要尽快如果知道说他巴拉医中毒 然后我们就想说要赶快使用高剂量免疫制剂 还有高剂量的一些类固存 这样就可以 这样我们巴拉医的我们说说 黄金抢救时间最好可以越快越好 最好可以在四个小时以内 那自己说陶石松化也是这样 要越快好 如果我们可以在半个小时就确定诊断 给上我们解毒剂 我相信就可以改善病人的一些存活力 除了辨识速度快 可惜是拉曼检测平台可辨识的范围也相当广泛 不仅有助于医疗 对于食品安全及司法科技也能产生影响 像新北幼儿园胃药案出现的检验争议 渴望不再发生 如果说我们在急诊 遇到一些毒品的滥用的案例 因为我们知道说法务部 它那个毒品有分一级二级三级 是很多种毒品 然后又那么多种 然后有一些又是新兴毒品 像卡西桶 那是我们传统都没办法检验 那如果说未来的话 有这种机器 我们遇到一个毒品 药物滥用 那医生也不晓得是哪种毒品 就可以用这个拉曼的光谱 那个平台来知道说 到底是哪种毒品 然后医生就可以知道 跟半个小时就知道 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 这项突破性研究成果 已经在今年7月发表在知名国际期刊 备受国际肯定 研发团队期盼 能在三至四年内正式问世 让嗜毒阿汤哥 帮医师挽救更多生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再带你来看 诈骗的手法日新月意推陈出新 教育部为了要提升学生族群的防诈免疫力 结合友善校园州举办了校园诈骗防治 你平安我快乐的宣导活动 提醒小朋友谨记防诈的3C原则 前几天要你买的那个点数 你买了没 买了 那我等一下给你一个序号 你只要去到那里 之后把你的连结 把序号丢在连结上 之后你就会得到两倍的点数 紫风车剧团演出校园常见诈骗手法案例 像是交友诈骗游戏点数及假网购等 以生活化呈现学生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境 透过贴近校园生活的戏剧演出 让学生有感 期许学生们都能时刻保持警觉 而行政院长陈建仁 更是化身大人哥哥 提醒小朋友遇到诈骗事件的时候 谨记防诈骗3C原则 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哥哥姐姐 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 说哎呀糟糕了 我好像被骗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三个C 第一个C叫做 对答对了 第一个冷静 第二个是 查证 好棒喔 第三个是 打165 打165 耶 大家为自己拍拍手 很棒棒 你们是我看过最棒的小朋友 看了表演以后有这么好的怀音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这样好的 仿诈骗的方法来告诉爸爸妈妈 我们说 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对不对 那我们要说 炸人之心怎么样 不可有 防炸之心 不可无 教育部长潘文中表示 教育部推动市炸面向教育宣导 举凡从师资 宣导 课程 资源等各层面 着手 推动校园诈骗防治整体策略 并启动校园诈骗防治的系列活动 更特别邀请中央及地方政府代表共襄盛举 共同宣示校园诈骗防治的重要成果 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这个反诈骗 也就是刚才子风车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透过非常精彩的这样的演出 要让大家知道看起来是一个超好的很棒的好的条件 结果你一旦上网了 你一旦传了信息 要后悔就来不及了 我刚才看到同学的反应很棒 那个大姐姐跟你求救 跟你请问 照片可不可以传出去 你们的答案说怎么样 大家如果这么厉害 我们就不用来这一趟了 表示大家都慢慢都知道 现在有非常多的 这些要骗人的人 或是一个集团 就是想尽各种办法 然后呢 用各种的这个诱惑 就是要让大家上当 把照片给人家 把点数给人家 甚至把钱给人家 那更可怕的一个 把毒品给人家 我们有一个跨部会 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新世代 打击诈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纲领 这当中有认识 就是诈骗 有防堵诈骗 有要阻决照片 还有最后那一个要惩罚诈骗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方案 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知道 我们都相信小朋友最厉害 你回去看到今天 演出那个高高的那个很可怕的那个小魔王 动辄就是要把人家的口袋的钱拿出来的 你回去 不是你知道而已喔 要记得告诉谁 哇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也要 阿公阿嬷觉得 哇 五千块 可以变五万块 变五十万 讲起来 好诱惑人喔 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所以要告诉阿公阿嬷 告诉家人 如果有接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这才是我们认识诈骗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所以呢有了这个 就像我们在面对病毒的时候 让自己的免疫力变强 这些就不会侵害到我们 教育部也呼吁全国各籍学校 老师 家长以及社会大众 诈人之心不可有 防骗之心不可无 诈骗防治最重要的关键步骤 就是认识诈骗 不被诈骗 以及不诈骗人 要将防诈意识在校园炸根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被视为定制洋服界奥斯卡的 世界洋服同业联盟大会 在国际洋服业界 享有重勾的地位 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 创意设计评比 与金针金献奖的竞赛 最后呢是由设计师李志成 以精湛的技艺出现 勇夺本届男装世界金牌 获得金针金献奖大赛世界冠军的作品 设计师李志成 特别使用三个颜色 橘色象征丰收 白色代表和平 还有温暖的蓝色 寓意意后人们的复苏 2023金针金献奖世界大赛 由总统裁缝师李万进领军 代表台湾队出赛 击退众多全球劲敌 荣获男装世界金牌 而女装创意设计评比 则由李万进女儿李申运 以花好乐园作品 获得女装创意设计金手奖 要培育一个选手 从小就要给他建立一个注视的观念 也就是说我们做这种行业一定要有耐性 你如果说没耐性 你就没有办法从事这个行业 那有耐性之后 你要一针一针一线的 你要去体悟 当他体悟到一个阶段之后 对这个产类产生有兴趣之后 我们才会一步一步再往下教他们 主要就是说每一次 我们自己带model去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说 在每一个裁判前面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大师傅 甚至各国的一些老财宝 那model 其实大家可能 我们台湾的model 跟亚洲model 跟欧洲的 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差距在身材比例上面 所以我想就是运用一些优势 就是我所谓的优势就是制作上的优势 就是把他们的线条给裁剪出来 让他们感觉到说 其实我们的比例 虽然没有像欧洲人那么好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 跟他们一样的线条 甚至比他们更好的一个呈现 事实上 连同本届金牌在内 李万进 领军的团队 已是第五度夺下世界冠军 总共荣获八面金牌 庆功宴上 包括立法院长游席坤 前内政部长徐国勇 台北市产发局长陈俊安等贵宾 都共享盛举 除了让世界各国看见台湾 手工西服的顶尖表现 也再度扬明国际 成为令人骄傲的台湾之光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导 农粮洗手餐饮界 举办产销履历营业中成果发表 将国产优质产销履历农产品入菜 打造在地的风味独特料理 也透过团体型社团通路 让更多民众在家或附近的巷弄 就能够享用新鲜好味道 将通过产销履历认证的农产品乳菜 保证食材新鲜与安全 吃起来也就更安心美味 这次跟产销履历合作的农产品 像是我们的彩色番茄 然后这道餐点的名称叫做 酿番茄酪梨沙拉 我们是用彩色番茄 然后搭配最鲜嫩最营养的宝贝生菜 还有新鲜的酪梨跟我们的特制的酒汁姜醋 然后一起来制成这道料理 我们经营的是地中海蔬食料理 那地中海蔬食料理它代表是健康的代理食 那如果有产销履历的价值 对我们来说是用顶上天花 那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一直都有在选用在地食材 那希望可以透过在地食材 推广台湾的特色料理 那想要透过我们的品牌 那可以让我们的台菜文化 可以再永续传承 那我们的餐盒呢 是用比较清淡少油的方式去做料理 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产销履历的是 用那个龙骨变性菜来当我们的主菜 那主要我们的黑米是用 那个彰化煮糖的黑米 以及用台湾的鸡肉 因为大家来那个居酒屋的时候 其实都很喜欢点香菇串 所以我们这次呢 就主要就是选用普利的香菇串 那我们有推出就是普利大香菇串 还有我们自己就是和风的那个炒乌龙 咸猪肉炒乌龙 今天有带来这个两道菜 一个是香菇烧肉跟香菇野菜炖牛肉 来给这个厨长来品尝 那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菜单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都选用那个有产销履历的食材来入料 或者是水果来入料这样子 农业部成立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议题 就是要第一个要当农与民的靠山 永远的靠山 所以我们要帮这些农与民他们辛辛苦苦用 按照啊 我们所制定出来的良好农业规范 然后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注意到种子种苗 饮用水或者灌溉水 或者是这些土壤的安全 以及生产过程当中所用的肥料 荣耀都按照我们的TGAP 联合荣耀规范来生产同时做记录 而且把这些记录PO上网 让第三公正第三者来做验证之后 来张贴产销履历 在一般我们都知道 在超市买得到在连锁商店买得到 那可是呢 为了要增加通路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办这个记者会 在六大餐饮的这个特色 类型里面 我们有今天在我们背板上面看得到的 那这个六大通路 我们把严选的产销履历的品项 来提供跟这些餐饮业者一起来合作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买得到拿到家里面去吃 可是呢这个从农场到餐桌不是只有自己家里面的餐桌 到一般消费者会去的餐桌 或者是特色的这些餐饮 餐厅的话也能够吃得到 这是我们的目标 一方面要帮助农民 一方面要帮助消费者 农粮署与餐饮界攜手 推出严选全国各产地的产销履历食材做料理 并搭配限定期间优惠 邀请消费者一同来享用品质认真的美味饗宴 我们同时推了两个方向 让产销履历 农民生产者一直到餐桌 这个过程当中一棒接一棒 让从农场到餐桌 所有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安全安心 同时可以追溯到这些生产者的来源 还有在这个通路过程当中 所有参与者 他们在卫生安全方面所做的这个努力 另外顺便跟我们各位媒体朋友报告 在五年前 107年的7月16号我来接署长 那时候产销履历全国只有15000多公顷 因为产销履历开始推动的法制化是在2007年的1月29 2007年1月29 当时总统公布农产品生产验证管理法 公布之后开始来推动 开始推动 一直到2018年就是107年的时候 全台湾只有15000公顷 那到9月5号 昨天 昨天的这个面积 统计在容量产品方面 达到91214公顷 91214公顷 刚好是我们 我上任的时候的6倍 所以这个我们的同仁大家尽心尽力 还有我们的改良厂实验所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这个生产者他愿意来配合 那现在更重要的是消费者愿意来选择 如果消费者不来选择的话 也不支持或者是不了解不懂 那这样的话前端在生产的这些农民 他就没有动力 生产半天我还要按照这一些 呃 卫福部所公布的这些安全标准 对人体的这个残留的安全标准 而且我要做做记录 让公正第三者来验证 同时让消费者可以查询得到 我是怎么样去生产 然后怎么样去做管理 最后是怎么样去 把这些产品卖出去 所以每一个工过程都非常的详细 在现在台湾如果是以七十八万工程 来各地面积来计算的话 我们已经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七 所以这一些啊 一定要消费者来肯定 我们的餐饮业者来肯定 我们的同过的业者一起来肯定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棒接一棒 才有办法来营造一个完全安全安心 而且可以追溯的一个环境 因为产销旅力的产品绝对是国产 那如果是国产的话 他就不必从国外用飞机用轮船运到台湾来 用飞机用轮船运到台湾来 他要耗费非常多的这个汽油 非常多的汽油啊 如果造成这个全球暖化 然后造成气候变迁 对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后代子孙 在这个地球上啊 都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其实购买产销旅力 或者是享用产销旅力的这个 这些餐饮 这样子的话就是对于爱护地球 对全球暖化做出贡献 农粮署另外也特别与团购平台合作 民众在线上就可以买到多元化产销旅力农产 帮助提高农民收益及品牌能见度 也为食品安全永续持续铺路 产销旅力我来建立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疫情解封观光旅宿业的业绩持续回升 但缺工却成了复苏的最大阻碍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只有5成5的企业有征财的意愿 6成8的观光业无意再加码调薪 带您快来了解 担任日文导游多年的Toku 受疫情影响长达两年几乎零收入 好不容易等到解封 国内景点仍未见大批外国观光客人潮 让他苦叹不知何时 能回到疫情前的旅游常态 从事英文领队导游工作的Chris 专门带长城的欧洲团及旅游团 虽然国门已经重启 暑假出国人数明显激增 但是欧美团却不见起色 同样也在苦苦等待 一开始当然是这个疫情的关系 就是外国旅客没有办法来到台湾 那现在其实国门在去年的10月份 已经开放了 但是因为我主要是做日本客的关系 那日本这个国家比较谨慎 听说他们现在就是开放 但是公司这边还没有让就是社员们 有可以就是出去就是出去玩的这个意愿这样 那加上现在日币比较便宜 然后国内的饭店的费用也调涨的蛮多的 所以导致日本旅客现在来台湾有点缺步的感觉 简单来说我疫情前的话 我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五天 至少五天要带团 可是现在我到目前为止 只零散接到就是一两个比较小的case 目前叫做缓慢回温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想要去 但是团量很少 那团量很少不是因为旅行社他不想要出 是因为没有航班 因为你知道三年 然后很多航空公司关闭裁员了 那这些机师很难再回来 很难很快的 这个飞机又买回来 然后机师又回来开飞机 所以航班很少 所以对旅行社来说呢 他的成本增加抢不到机位 抢不到机位 通常大概15个人 就会有一张团体票FOC嘛 是免费的 那现在没有什么团体票 每个都是单独要个别买的 如果说你很紧急的话 硬要抢到这个朋友 好不容易有一个团员临时抱进来 最后一分钟一张票4万块来回 很贵比以前的好几倍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观光产业对于今年景气 抱持正面态度的企业高达8成5 但询问业者下半年是否开缺真材 结果显示只有5成5的企业有真材意愿 更有6成8观光业无意在加码调薪 根据我们111目前资料库的显示 光是观光产业呢 今年就有超过5万3千个工作机会数 那对比疫情比较低迷的时候 足足翻了两倍以上 那目前比较缺工的 包含像是第一线的基层全职人员 比如说像是房屋人员 柜台人员还有厨师以及业务跟内勤客服等等 好因为根据我们的统计 今年下半年度只有6成8的企业是没有意愿再加薪 或是提供其他福利 只有32%的业者表示 有可能会有调薪或是其他福利的展现 那主要是因为根据主计处统计 去年的1月到11月 观光餐饮业呢 他们调薪的幅度已经超过了5% 远远胜过了金融业 所以再加上今年呢 有5成4的企业表示 上半年度已经帮员工加过薪了 那在这个加薪导致他们 获利产生一点压力的情况之下 下半年度想要再加薪是比较困难的 真采意愿比较高的 像是星级饭店啊 主题乐园 还有饭店商场跟观光工厂等等 之前是因为受惠了一波 国内报复性消费的人潮 但是像是旅行社还有民宿业者 有一些资本额没有那么雄厚的中小企业 可能他们平常接待的是国际观光客的团客 那现在呢 在团客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的情况之下 他们看不见实质的收入 所以导致他们会抱持一个比较观望的心情 所以采取现行有的人力来进行公司的营运 疫情刚开始 然后所以饭店这边也有一些人力的一些调遣 然后到后面就是疫情越来越严峻的时候 所以开始就是有一些就是人力的调动 那因为人力调动之后 跟我原本想要做的产业类别就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后来就自动请辞这样子 后来因为就是想说要找其他的收入来源 所以有去广告公司 然后开始接了一些平面的拍摄 跟就是广告的收入 然后甚至后来开始接了一些 不只主页是婚礼的主持 那后来开始接了一些活动类 比如说记者会啊或者是一些商务的活动 那开始把后面的就是前面之前没有赚到的 慢慢慢慢的赚回来这样子 根据人力银行资料库显示 目前观光产业有超过五万三千个工作机会 和疫情期间相比已经翻了两倍 但疫情警戒期间 不少从业人员早已转换跑道 短期间青黄不接提高企业增采难度 好其实我们人力银行会给出三点建议 第一呢就是希望业者不要再执着于寻找全职员工 可能改用一些即时员工或是兼差的方式 来弥补人力缺口 那第二呢是把一些公使比较长的工作 比如说像是柜台服务人员改成两班或是三班制 然后再搭配一些公使比较弹性的高龄就业人口 来让他们的这个服务不会中断 那至于第三点呢则是旅宿业者他们可以采取一些自身的优势 提供员工除了加薪以外的福利 比如说他们可以提供免费的员工餐厅 或者是免费的员工住宿来节省员工的通勤交通 还有时速等等的费用 在没有办法帮员工开源的情况下 用节流的方式来吸引人才 另外少子化现象也直接冲击产业最缺乏的继承能力 人力银行也建议可以用兼职或弹性工时 并以现有资源提供福利提高就业意愿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中秋节快到了各家的月饼礼盒起初抢生机 喜哈尔基金会这次用传统月饼工艺 搭配羊枝甘露抹茶Q芯文山茶等创新口味 并邀请艺人林心卢代言推荐 喜哈尔基金会推出的中秋月饼礼盒 选自吉米样本 旺季清一下中的经典场景作为外包装 让购买民众随着画面去旅行 同时邀请艺人林心如代言发挥自身影响力 判民众中秋认购喜哈尔礼盒同时做工艺 有乌豆沙蛋黄 看个新闻姐姐给她介绍一下 这里面是什么 乌豆沙跟咸蛋黄 很赞很赞很赞 来来来 那第二款呢 羊枝甘露月饼 羊枝甘露里面是大家现在夏天最受欢迎的口味 里面有什么 买乌鸡 羊鸡 野奶对不对 好 另外呢 是很多人都最喜欢的了 巧克力 坚果 里面有巧克力跟坚果 焦糖 还有焦糖 而且呢 它工丝饼皮就是纯纯的巧克力 对 好 那下一个呢 抹茶QQ 里面有抹茶跟Q 瓦吉 好 那下一个最后一个是 三茶月饼 因为吃起来有茶的香味 那我们基金会呢 从28年前成立 但是我们月饼已经卖了27年了 所以呢 我们有很成熟的这个制作技巧 而且呢 在这么多的工艺品牌里面 就是我们喜寒盒真正有三家 2万 Iso 2万2的烘焙庇物工厂 还有一家 Iso 2万2的冷冻庇物工厂 是为 让我们的 总共呢 我们在这边就业的寒额 有三百多个寒额 那他们每一年的五千多万的薪水 其实都是从社会大众购买的商品 去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些收入 所以非常谢谢 然后我们也很用心 不管在我们的品项 画面 核款 我们一直都很用心 我们今年的品项呢 就是也都兼顾到年轻人的口味 比如说有文山茶啦 有这个抹茶Q心啦 那当然也有传统的 广式月饼啊 还有蛋黄酥凤梨酥都有 还有羊汁甘露老师 羊汁甘露现在好红喔 那个羊汁甘露也有 所以呢 真的 我们的用心就是兼顾到大家 然后我们的画面呢 我们已经二十年前就开始跟吉米有合作了 那近七年来 每一年的中秋月饼 都是由吉米来提供 他一本绘本里面的一些主题 一些画面 来当我们的合面 那今年我们是用 忘记清一下这一本绘本 那里面呢 就是有这个 有一个孩子 然后他就是坐火车去旅行 他就想到一些 他忘记了的事 那我们 这个画面呢 就让我们 选了一个主题叫做 跟着心去旅行 那刚好我们今年的爱心大师 就是我们的辛如小姐 跟着她走就没错了 谢谢 然后我们的这个 盒管呢 其实也是要符合环保嘛 所以我们盒管又要漂亮 又要符合环保 所以我们今年有双城盒 其实大家可以拿回去收藏的 可以放一些小小饰品 这个叫做新 新战典藏 然后另外一款叫做 兵奔旅途 它是旅行箱式的 所以大家呢 也都可以带着回去 所以呢 今年呢 不管个人送礼啦 企业采购啦 还是说 你愿意把这个饼 支持夯儿以外 另外再送给偏箱的孩子 或者弱势家庭 我们都有提供可以让大家很好的选择 应该是六年多前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然后我买了 就是喜憨儿烘焙的这个笔竿 当成她的 就叫什么 迷月礼 对 突然忘记怎么讲 那对 当然了迷月礼送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 在女儿的出生 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希望 能够把这一份幸福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希望她到这个世界上 来的这个开始的时候 就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一直在关注有关于工艺的这件事情 然后对于喜憨儿这个烘焙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每次经过那条 光复南路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烘焙工 我每次经过 名声店 是名声吗 就是在中光复店 光复店 对 然后经过的时候我就会去买一些 面包啊 饼干啊 甚至是在路上 常常在 应该是中校公路基隆路口 都会有一些 憨儿在那卖饼干 对 可是看来都会买 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我们其实只是举手之劳 做工艺 可是对他们来说 就是对他们努力 他们的肯定 传统月饼工艺搭上 创新口味 羊枝干露 抹茶Q芯 文山茶等新口味 让喜憨儿们大展身手 搭配漂亮 具收藏的外盒 要在中秋节将用心制作礼品 与美食的心意 传递给大家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折折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 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 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与世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小小美指模特 牙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就邀请了吉隆市仁爱国小学生拍摄 正确的刷牙方式 以及牙线的使用步骤等教学海报 并发送到全台2671个国小 让学校来教学使用 撑咖嘴巴讲究牙刷的角度 将如何把牙齿刷干净 介绍的零零尽致 这七位美齿模特 是结牙常胜菌 齿裂排列整齐 没有半颗蛀芽 如果要吃糖的话 最好是吃完就先去刷牙 仁爱国小在全国结牙观摩赛中 多次获得冠牙军的成绩 今年再次获得牙医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的邀请 协助拍摄正确的刷牙方式 牙线的使用步骤 拍摄这个解牙技巧 还有刷牙牙线的使用方法的 宣传海报 这些海报会预计在 暑假前应该可以印出来 然后会送到全国的各个国小 让他们贴在保健室 或者是校护或老师 当做解牙教学用 小朋友牙齿要好 一定要有正确的刷牙方法 再来你早晚刷牙 然后一定要使用 韩服1000ppm以上的牙膏 目前已经有实验证明说 韩服1000ppm的牙膏 是能有效的预防取齿 那牙缝的食物啊 牙缝的牙群斑呢 就要靠牙线来清洁 想当模特儿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把牙齿张得最大才能刷到 这样可以刷得比较干净一点 特别感谢我们牙医师工会的林医师 因为他的协助 让我们学校更加的努力 而且他投入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来协助我们学校 让我们的解牙的推动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真的是很感谢热心付出的牙医们 从教育开始 让基隆学童的注牙率 从107学年度的46.76% 下降至110学年度的27.9% 整体进步18.86% 低于全国平均值 从小保护牙 老来不缺牙 赞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看基隆的绿竹笋 非常好吃 常常吸引山猪和山羌来大快朵頤 让部分的农友大失血 因此多年来农友们争取装设电网 终于在今年8月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助下全数完成 终于不用请猎人来帮忙了 这就是电网 在欺读马东里笋龙李文良带领下 市议员张耿辉等人穿过竹林 映入眼帘的是由三条 类似粗铁丝搭乘 通上电流的电网 笋龙也特地拿着设备 测试已经通电的电网 给张耿辉了解 也请他注意不要摸到避免触电 李文良表示电网架设好之后 确实没有再传出有山猪 或是山腔进来吃绿竹笋 终于不用再请猎人帮忙 也感谢政府和笋龙共同分担 补助经费装设电网 已经安分两个礼拜 按照这两个礼拜我们的观察 山腔跟山猪都没有进来 都没有进来 不像以前 他每天都会进来 每天都会进来 都会损害我们的竹笋 这两个礼拜我们的观察 目前是都没有 效果算起来是不错的 目前是我们这一批 是第一批一次 第一批一次我们申请人比较少 所以说政府补助的金额比较高 政府是补助四分之三 我们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说现在的补助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划算 非常的划算 不然你一次安装下来 像我四百米的话 要差不多十五万 要差不多十五万 这样的话我们只 出了差不多两万多块 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业协会理事长 市议员张耿惠也表示 如果装上电网可以有效遏止山猪 以及山枪抢食或是破坏农作物 电网的电流也不至于伤到野生动物 那么政府就应该协助农友们装好电网 避免农友和野生动物发生冲突 前里长你们两者细数的 电网装下去以后 就减少这些山猪山家过来信念 那也会减少一些农作物的损害 那我想可能会在这边呼吁 若是说电网它有装下去 已经有基本的嚇阻作用的话 我想在政府中央方面的话 应该多多给我们基隆市的这些 尤其外县市也是这样的农民 都会给补助 以免农作物的丑害 损农李文良指出 目前他的绿组损农地里面 先装设大约400公尺长的电网 一段时间后如果成效不错 再来评估是否继续加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要加强推动公车的安全驾驶 及服务态度 基隆市公车处启动新措施 将透过多元的管道 来了解公车司机的服务状况 也将不定期公开发布 服务态度优良 需要改善的公车驾驶 希望借此来鼓励优秀的公车司机 搭公车是许多市民生活的日常 记者在市区的二性循环站随机访问 来听听民众对于公车司机的看法 应该还不错啦 很少坐啦 现在司机都还不错 那我也很少啦 那还不错啦 还可以啦 遇到的司机都还不错 对啦对啦 因为现在的都很客气啊 我觉得大致上都还不错 对啊 然后就是如果 因为我们经常老人比较多 对啊 那他们就是对于老人上下车 因为动作会比较慢嘛 他们也不会说不耐烦 或想要赶快开车干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甚至有些司机可能还会 帮忙这样子 参扶 对对对 从民众的反应来看 对目前公车司机的服务品质 大都表示认同 公车处方面表示 为了再强化公车的安全驾驶 与服务态度 将启动一项新措施 透过不定期公开发布 服务态度优良 与需改善的公车驾驶 希望借此来鼓励优秀的公车司机 包括我们原来的机制就是说 请我们集合人员 会不定期抽查我们的影片 还有民众投诉的1999 或是市政新乡 或是电话反应的 那除了这个原来机制以外呢 我们还有增加一些 我们有请我们同仁担任秘密客 然后去做一些 车上的随车集合 逐步有现在看到一些成效 就是说我们的 驾驶同仁看到好的那一面 我们也会记录下来 然后适时的给予奖励 那当然不好的部分呢 除了我们自己会记录以外 我们也会纠正 甚至说会进行我们所谓的辅导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驾驶同仁 会随着我们有一些新的制度的改善 或是一些作为 他们能够慢慢的 把以前比较不好的那些习性 或是说会去改善 那当然我们尽量也是做到 等于说尽量鼓励同仁 然后从事比较优良的服务 公车的服务品质 可说是市民与外地游客 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 公车处期盼 透过积极的推动提倡 来不断提升公车服务的满意度 与安全度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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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权基障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逐两年以下 幅行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障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